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1984年历时6年 中央公司在高雄永安 新建台湾第一座天然气接收站 1990年正式启用 学者调查指出 永安天然气接收站 填海造陆 这样大型港处设施 造成沙原难以回流 也加速了海岸侵蚀 而知名则认为 当地的海岸地形和渔场资源 已经改变 渔获大量减少 他们只能转而投入养殖渔业 华视采访团队一路走访了 切定永安和弥陀沿海区域 但你深入追踪 30年来海岸变了吗 那个堤防下去就可以看到海了 我们走出去滚路过来就看到海了 以前我们要走一两百公尺才能到海边 现在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他的沙滩路又跨了 跟着高雄永安区新港里里长何银城 往海边的方向走 故乡的沙滩 早就成了儿时记忆中的停格画面 那个就是 楼梯基船 那个是栽架树的 上面那个白色的 原半原型那个就是除草 以前没有渔港 我们做小孩来看就是说 那时候都停在沙滩 异象中的沙滩 随着海岸逐年侵蚀 1984年中游在永安区新建 全台地做天然气接收站 LNG夜化天然气场 在1990年正式完工启用 这个地区的居民生活 从此影响至聚 英雄中那时候就是 空心整厂头都没去 中游公司在高丘县永安湘海滨 兴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以及人工岛 村民多次以挡路事件 阻止中游施工人员进入 永安厂一开始在兴建的时候 应该是沟通本来做得很好 那当时来不及去开辟 专用的这样一个施工道路 所以经过既有的道路 造成一套的迷恋 人房旧烈啊 有的不的 这不是一个很临近的小鱼村 你去这些大历史 那就是黑的 你现在看到那些都有的 70多公斤 如果那些鱼村 开天然就刷起来 那有可能我们这些刷不用 一定会保定他的嘛 海岸线推缩的很严重啊 以永安天然气 它那时候的重要性是 它挑出来整个台湾海岸线 假如以那个天然气的船 LNG船 最好的港口 或是最好的天气 它挑永安 西南风跟东北季风 它是影响最小的 这里是高雄永安区青岗里的海边 在1980年代之前呢 这里大约还有一两百公尺左右的海滩 但是当地居民表示 从这个中游永安厂建制完成之后呢 这边的海岸地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你在这边盖整个渔场就 生态就改变了 有一部分的人慢慢转为洋子 现在都没完 研究新港里的海岸继续往北走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有消波块做成的离岸堤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这边有一处海滩 这里也是知名的网红打卡景点 叫做钻石沙湾 第二黄坡堤 通常都说那个是世界堤防 因为坏掉头他们在维护啊 互相的海岸边 始终游的永安天然气接手站 再往北远眺 则是台电新达电厂 战桥市县梅码头 我们曾经也试着跟他说 你直接电厂自己盖除草 就不用这个管线 对我们地方 我们这个威胁感不会那么大 啊 住在这里 吃不下来啊 国营事业林立啦 啊 嫌恶设施都对我们的利来啊 啊 你既然已经来了三十年了 既然住在这里 你不就要整个看 你未来可以给这个 这个新港里 或者说永安区 有一个园景 我们来而会让你们更好 不是只有你们 你们好 大家有电可以用 我们住在这里的情而以堪 三十年来 永安居民为台湾能源的生产 付出了生存环境 与生活诸多不便的代价 大型LNG港部设施 外扩防波堤 更被视为图堤效应产生了原充 这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一路往南 朝彌陀海堤的方向前进 那个还没有 就是工业区上面的一些开发的时候呢 大概有50到100公尺的一个沙滩海岸线 那大概每年乘 大概2.5公尺的一个后退速度 然后再追缩 海岸其实是自然现象 但是学者长期在彌陀海堤 这个区域做海岸消长的研究发现 LNG厂的设置的确会造成沙源无法顺利回流 在夏季呢 往北传送的这个沙子呢 那会蓄积在那个南防波堤的这边 外扩防波堤 它形成的一个遮蔽区呢 水流的一个动力呢 然后减低 它往南回带的这个飘沙源的 那个力量的部分的话就减少 然后加速了 它的一个沙滩流失 任何竹岗都会有一定的 对海岸线的改变 变迁 所以一定会有的就是土地效应产生 这个地区放置的消波块 与海洋共存的沿岸样貌 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现在看多消波块最大的文化里面 我们都写日常 一斗半打 你看好多地方他们丢了蛮多消波块 各种消波的功能是一定有的 像一些根本没有人的地方 你还在丢消波块 刚柔并存的交界 诉说着地貌逐年改变 再也回不去的海岸岁月 北侧有侵蚀这个现象 事实上早在1904年就发生了 北侵的现象归注于永安的建港 这一段的海岸线大概是21公里多 那这里头其实不只永安这个港口 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港口 无论如何若持续以工程思维 保安心态做海岸整体规划 大自然最终将失去本质 未来恐怕会完全走样 终有永安天然气接收站 新建之初 当地居民没有太多选择权 只能被动地接受 因此强烈反弹抗疫不断 在地人认为 满载液化天然气的LNG船 频繁进出永安港 加上大型储存槽的设置 都对在地居民的生活造成潜在威胁 影响这个地区的生活样貌 华氏采访团队深入永安厂 全程记录LNG船 进港泄料过程 透过镜头 带您现场之际 为了了解LNG港的实际运作 华氏新闻杂志采访团队 进入中九永安厂 在外扩防波体内 细靠泄料码头 全程记录 天然气货源来自美国 早在前一天进港的LNG船 在完成卸料任务之后 准备驶离返程 来自八部亚牛体内亚的另一艘LNG船 等待进港卸载 九永安阶气站的运作 主要是将国外来的LNG船上的液体 转化为气体天然气 透过路管跟海管 分别送到通宵 以及临近的新打电场 场内的六颗储存槽和战体设备 三十多年来被永安区民众 视为不可逆的闲物设施 不过在经济快速起飞的 1980年代 永安厂是十四项建设之一 除了以管线供应 北台湾的电厂发电 也取代部分燃煤使用量 是台湾逐步迈向解碳的重要基础 从国外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升温气化过程 必须透过大量海水进行热交换 使用前必须经过三道 捷径过滤处理的海水 降温至涉事22度左右之后排出 称为冷排水 这些落实场内循环经济的水源 捐滴汇聚 为永安区的石斑鱼养殖 提供冷链水源 低温排水成为另类优势 在地养殖鱼养殖鱼 称为钻石水 从1990年代开始 捕鱼的岁月逐步转换为内陆养殖 高价石斑鱼为永安带来另一波经济效益 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他们用居住品质所换来应有的代价 反对一来做这个天然气 预发厂 大家也晓不晓得这个是安全不安全 会不会有污染 有利有弊 减煤 增气 是能源转型的既定发展方向 确保电力供应 降空污 减碳必须兼顾 在减煤的同时 机器站势必要继续增设备 改新厂 才能确保电力稳定工艺 这个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燃料 它毕竟是一个桥接能源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短型面 它的需求量会增加 但后续必须要削减 决策过程需要多方转环与考量 替补接续的过渡时期 环境究竟会如何改变 静待时间考验 经济部能源局规划 2025年天然气发电占比 将达到50% 全台总计会有五座的天然气接收站 两个接收站目前是在高负荷 超负荷的状况下去运作 我认为其实应该 有第三个接收站 来分摊它的工作 增加它的安全意度 扩建跟新建 这产业固要是我希望在2030年 能够把负载力能够降到60%到70%之间 台湾2050净零碳排的政策目标 届时天然气 燃煤都将退场 成为绿能完全发电的时代 但因应未来30年的用电需求 若新建更多的天然气接收站 环境是否将为能源付出庞大的代价 很多人想问 在绿能发展进度不够快的2021 难道台湾只有继续新增天然气接收站的 单一选择吗 轻可以变成我们的电很重要的能源 还有我们粗能都没有做 那将来我们怎么可能全部靠绿能呢 太阳下山了 就没电了 能源间的相互取代若可行 轻能发展或许也是选项之一 最好就是我们再生人员能够冲的数量更高 然后能够让蓬勃的离岸风力的发展 然后去作为我们的轻能的生产来源 如果我们在这一块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妥善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会面临到说 那我们这个轻能它还是必须要进口 过程中要的那些储存设备的时候 那就会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些接收站的设备来讲的话 它都会是有相似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的燃烧室 天然气就是在这个地方燃烧 它的燃料就是天然气 从中油永安易工探过来 目前我们一部气渦轮机 最多可以发到110MW 正在兴建中的天然气发电机组 未来气源同样也会来自永安厂 紧邻生态丰富的实地 星达电厂现有的燃煤设备高耸出力 在靠海的茄定星达港边 突出的泄煤码头特别醒悟 这个很无奈 你不接受也不行 它的两个厂都已经垫在这边 它又扣厂 它又扣草 这是一场电力开发 生态平衡的拉锯 中油供大潭的海管 它已经不够供三部机 只能供一部机 所以一定要有新的气源 如果没有新的天然气接收站 那全年的发电度数 大概会少137亿度 这对北部的供电 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真的要取信于名的话 那还是要有生态团队里面 去做一个比较完成的体检跟监测 不要把天然气接收站的一个建港 把它形成变成社会的一个对立 30年前 永安居民没有太多选择权 家乡成为台湾第一个天然气接收站的作落地 30年后 各方势力与论点聚焦大谈 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角力 仍是陷入胶着的一级战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